开学至今都一个月了 家中的小宝贝对于写作业这回事 仍无法专心完成吗 家长光靠碎念并不能解决问题 而是要从能培养孩子专注力的方式做起 可以让孩子去了解到 他每天几点要起床 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几点要睡觉 那这样子的生活作息呢 可以让孩子去感受到 他每天都是有一个规律性的 这样子也可以帮助他去维持他的这个专注力 不会让他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 小朋友若长时间使用3C产品 会习惯接触过度的声光效果刺激 要孩子回归到较枯燥乏味的科业上 见之难上加难 因此专家说在一开始 家长就必须去规范孩子的使用时间 但万一孩子已经沉迷 那该怎么办 第一点就是逐步的去减少孩子使用3C产品的时间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可以去引导孩子 去从事其他比较正向的活动 把他的注意力从3C产品的部分 转移到一些比较正向的这个户外活动上面 环境的干扰如电视声等外在吵杂声音 以及写功课桌面上放着性爱的玩具 或3C产品等诱惑 都容易使孩子分心 因此要尽量避免 在国外有发现到 如果减少孩子吃这些 比如说油炸性食物的这种垃圾食物的次数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降低孩子的过动的程度 那这部分可能也对孩子的专注力的提升会有帮助 最后专家也提醒 平时可让孩子接触他喜欢的游戏 如桌游堆积木甚至是线上抑制游戏 培养较长时间的专注力后 在科业上也就较能显现出来